金融对地产企业支持将大幅降低 经济日报 不要误读房地产去金融化 日前 某大型房地产企业内部讲话流出 在市场上引发了关于房地产去金融化的讨论 必须指出的是 去金融化是对此前过度金融化的一种矫正 其最终目的是将房企的经营杠改率降至合理水平 优化负债结构 推动房地产回规居住属性 民生属性 避免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房地产行业曾出现的过度金融化问题 距离提前在两个层面 一是房地产开发经营过度依赖金融杠杆 高负债 高杠杆 高周转 二是房地产企业纷纷布局金融领域 投资 持股甚至控股商业银行 保险机构 信托公司等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 过度金融化的成因十分复杂 不同成因之间又互为因果 螺旋交叉 首先 房地产的投资属性 曾一度超越居住属性 引发投机行为 形成了房价值涨不跌的预期 受死预期影响 房企加杠杆扩张 购房者担心买晚 买小 超前借贷买房 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固化了房价上涨预期 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 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 加深了房地产融资结构的复杂性 初提协议明股实债等乱向一度盛行 影子银行风险上升 既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拆解难度 又削弱的调控政策的落地效果 再次 部分房企缺乏合理的融资规划 难以做到事前预判 事中跟踪 事后复盘 个别经营人员抱着赚一笔就跑的心态 自己任职期间过度融资 大泼贪子 甚至从中非法牟利 事后离职 继任者也不理就账 这导致部分房企的债务结构严重失衡 其融资行为愈发偏离自身的经营发展轨道 一旦遭遇现机流紧张 风险急易暴露 因此 遏制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的核心思路 使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回归房地产的居住属性 近年来 监管部门重点从供给侧入手 旨在改变房企的外源性增长模式 降低行业负债和风险 一方面 持续开展乱象整治行动 严查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另一方面 持续健全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明确重点房企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并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要求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不得高于相应上线 在行业去杠杆过程中 个别企业违约风险必然会暴露 对此 不能急于政策转弯 否则便是前功尽弃 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 积极稳妥处置以暴露风险 同时 保持房地产贷款增速平稳 投放有序 但在结构上要做到有保有压 精准有效满足房企 购房者的合理刚性融资需求 坚决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必须明确的是 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接下来 一定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认真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同时 加强预期引导 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金融政策的精准度 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一致性 稳定性 此外还要探索行业新的发展模式 加强对长租房市场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